看镜头啊,听重点,一起来聊关羽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佩晨 关羽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关口,华州 没有想到这一关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他拿不出丞相给的通行证 守关黄河渡口的秦奇 就是不让关羽过关 秦奇出了怪招,他要用比赛来决定输赢 最后,关羽同意了 不过,条件是不可以耍炸 秦奇要玩的游戏是猜拳 赢的人要做打恶光的动作 输的人就要摇头,做出挨打的动作 如果两个人出了一样的拳 就要做接吻的动作 关羽怎么可能玩这种游戏呢 他觉得太荒唐了 代表玩游戏的滑旗 给对方一个人笑 你死定了 一群人喊着 剪刀、石头、布 听到布这个指令 关羽的能骂瞬间冲了过去 关羽跳上赤状板 大刀一挥 秦奇的灯头已经落地了 速度之快 恐怕连秦奇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其他人跪地求劳 关羽要求要让他们入合 一场又一场的血战 关羽留下了过五关、斩六将等历史奇迹 时间总是发生了太多的变故 一群人上岸之后才知道 刘备已经趁机脱身 离开了元少军中 刘备派孙前在途中接应 现在他们要改变路线 往鲁南的方向去找刘备 没想到 途中又遇到了三贼 要关羽留下他的刺兔马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 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 现在又遇到一个飞毛腿 难道又要开战了吗 那个人叫做周昌 卡空有一身蛮力 输了又不服气 执意要再比一次 这次要比的是谁的力气大丢得远 关羽又要怎么应对呢 三分钟聊关羽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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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